多多少有影响 但是没办法 这段时间好像就老天爷在考验我们 各行各业都有受到影响 在疫情期间你就开始 学着怎么跟现在这个世界相处 大家集体失业 集体在受限制的当中 找到一些零零碎碎的工作 或者一些家庭活动 甚至有时候压缩了一些 时间去逛书店去餐馆 或者是跟朋友相聚都被压缩了 但是也都更可贵了 那我觉得这是让人这一辈子 难以抹灭的一个极深刻的一个三年 不知道三年之后还会什么变化 就视觉还有什么变化 谁也都不知道 但是这三年真的是有史以来 破天荒的一个遭遇 邀请大家来看这一出 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 我跟金士杰老师呢 已经演了十二年了 已经慢慢的迈向三百场 那我相信这出戏有一个魔力 就是你过一段时间 自己带着自己一些生活的经验 在走进剧场之后呢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欢迎你带着你看过的朋友 家人 或者没看过的朋友家人 再次走进剧场 来看这一出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 演戏演了大半辈子 这是排名第一的 已经演了最久的一个戏 但是奇妙的事情是演了这么久 我完全可以给你精心乐到 这出戏的点点滴滴 我完全没有腻味 我怎么会这么对他来劲呢 你来看就知道 我对这出戏深深有感 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 感动再加演